我记得黄老师曾经说过,蝗虫也就是炸猫,对不对? 一点不错。 可是我注意到,炸猫都在吃草,为什么说它是害虫呢? 炸猫是以吃草为主,所以普通情况下它们是无害的。 可是有些炸猫除了吃草,同时也可以吃麦子。 在非洲,如果草原上炸猫吃的草很充足,那么炸猫就会彼此散开着吃草。 可是当发生旱灾的时候,草木大部分都枯萎,只有小部分地方还有绿色植物。 这个时候,许多炸猫就会往长着绿色植物的地方集合过来。 不久,几百万只,甚至上亿万只的炸猫成群地出现了,黑鸭鸭的一片, 好像是一大片乌云,只要是能吃的植物都吃得光秃秃的, 地面上看不到一丝绿色,连农作物都吃光。 农夫的损失好大好大,你说炸猫是不是害虫呢? 炸猫真是害虫,对了,故宫博物院有一件玉器, 好像叫做翠玉白菜,白菜上就有一只炸猫。 哈哈,那不是炸猫,那是纺织娘。 纺织娘,怎么看起来跟炸猫那么像呢? 下次你要分别,炸猫和纺织娘只要从处须的长短就可以分别出来。 炸猫的处须短短的,可是纺织娘的处须就很长, 往往还长过她自己的身体。 另外,纺织娘还是一个好歌手, 不过她不是用嘴巴唱,而是用翅膀。 纺织娘会唱歌,蟋蟀也会唱歌,对不对? 对,蟋蟀跟纺织娘一样用翅膀就可发出音乐。 炸猫的歌手 by bwd6